好,所以我们继续上第八章的内容 那上一章是程式语言,高阶语言 这一章是编译器 那编译器当然就是用来编译高阶语言用 所以这两章是相关的 那我们编译器这一章的内容 上一章所讲过的语言法语言和平台 那部分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我们会看到的部分是怎么样做一个编译器 编译器的功能是什么 然后怎么样子把程式变成一个一个的token 就是词汇 然后怎么样子再把这些词汇呢 根据语言法来建构出一颗火系数 那怎么样子再把这些数的节点 加上一些它的形态的语言分析 然后加上形态之后呢 就可以产生中间码 中间码产生 产生中间码之后呢 就可以根据中间码再产生出组合语言 或者机器码 这是组合语言产生的部分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管是中间码还是组合语言产生的过程当中 它都会做一些对焦化 使得你的层次码实行速度比较快一点 不会太慢 那最后呢 我们用GCC来当个意思 那编语器呢 会把高阶语言转换成组合语言 像上的跟上加I这样一个 一个高阶语言的指令 它转换成组合语言可能会变成像这样四个 第一个先把上载入到R1 再把I载入到R2 然后把R2跟R1呢 将加变成方高R3 那最后再把R3能存回上 这样才会完成上 上加I的动作 好 那 那 C语言是 我们把C语言简化 变成可能阳生版的C 那它包含的是 OHS和基本运算 可以加上I 好 那C语言的EBNF语言法 这是我们课本上面就有的 那你可以看到 这里 C语言的EBNF语言法 程式呢 是一连串的Base 就是Base List Base List 就是一连串的Base 那Base呢 就是Pore或者是叙述 那一个Pore呢 就是 或关键字 加上括号 加上乘数 再加上表件 再加上乘数 再加上括号 再加上block 那乘数呢 就是要么就是Return 要么就是指定 ID等于EFT 要么就是 加加减减 ID加加或减减 那 一个block 就是 一个大括号刮起来 那种东西 这个block里面 又是一串Base List 有点遞回 所以我们要遞回下降 也算 那一个ESP 运算式 运算式呢 又是一个Item 加减乘数Item 那一个条件式呢 是一个运算式 等于 或不等于 或小于等于 或大于等于 或小于或大于 另外一个ESP 那一个Item呢 就是要么就是 ID 就变数名称 要么就是数字 那我们这里没有支援 自算 所以 只有数字和变数 那ID呢 就是一个 变数名称 一定要用 英文字母 或底线开锁 那再来的话 可以跟着 英文字母 或数字 或底线 那一个数字呢 就是一个 0到9的 四串 那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C0语言的语法规整 那编译器的六大阶段 刚刚讲 词汇扫描 语法分析 语意分析 中间法产生 最佳化 和组合元产生 这是它的六大阶段 那 不一定每个阶段都一定要有 有时候像 它可能没有语意分析 有时候呢 它不产生中间法 就直接产生阻合元产生 有时候它完全没有最佳化 那 这是一个 一般性的 的状况 好 所以 编译器的六大阶段 我们从这个图来看 就会很清楚 一个叙述 像上等于上加I 经过扫描器 lesser 或scanner 之后 它会变成一串的词汇 所以 上等于上加I 上是一个ID 等于就是 就是一个运算 就是这些简单 上又是一个ID 加就是一个运算 就是这些简单 I又是一个ID ID就是变数评测 好 那 那 这一堆串列呢 在经过扩描器之后 会变成一个语法素 像这个样子 那 这个语法素 在经过语意分析之后呢 会加上红色的这些 这些 变数形态啊 或者是节点的形态 那 这个 语意数呢 在经过中间码产生器之后呢 会产生出中间码 这个中间码 你可以跟他在这边直接写加 这边直接写等号 而且他有用像T0 T1 T2 这种变数名声 但是没有暂存器 因为中间码 跟暂存器 它是不依附在推定平台上面的 可以用文字打的方式储存 也可以用 用一个二进位方式储存 然后呢 这中间码经过 组合语言产生之后呢 就产生器之后 会产生组合语言 像这个样子 那 这个产生的组合语言 本来应该有好几个指令 大概有六七个指令 但是因为经过最佳化之后呢 结果只产生了一个指令 因为他发现可以睡觉网 那就可以这样 那这是 实惠扫描的阶段 先切成一个一个的图客 像这样切出来 那比如说像PrintF 这个也是可以切成Token PrintF 是一个ID 括号 再来通到 这个四串 再碰到 再碰到 重点 再碰到 三十 再碰到 解数括号 那三十是个哪个 数字 那 那词外扫描的程式 其实通常蛮简单的 就是 先取得一个资源 然后根据资源 然后根据资源判断 之后 接下来呢 应不应该再掃描资源 那掃描进来的东西 应该算是哪一类型 那最后把它变成一个正列也可以 好 那我们上礼拜也看过 如果怎样用正规表达式 用 再交参数一点 直接用一行 就把词位扫描 做完 那这部分 应该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真正的词位扫描演算法 如果我不使用正规表达式的话 我就会写的比较长 像这边就要 30行的演算法 可能写成程式 大概至少也要30行 那 我还写成 NextToken File就是你程式码的档案 C就是取得的那个字元 好 那 我就一进来就建立一个字段 然后如果是0到9的话呢 那就判断是一个数字 然后一直取数字 那如果是A到D呢 那就是判断是一个ID 就是编度名称 然后就一直取 第一个 第一个取完之后再取第二个 那第二个就可能有0到9 那就一直取 那如果是关键字 那就直接取得关键字就好 那如果是加减成符 这种符号 那就直接取得人的符号 否则的话呢 那通通都视为单一支援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掌摇器的动作 好 接下来我们做浴法剖析 那剖析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的方法叫做地温下降 事实上在编译器这个领域 还有其他 其他也是很强的方法 一个叫LL LL就是 也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火器法 另外一种叫 是由下而上的 像运算值 优先取证法 这个东西在各位写 资料结构的 运算式 运算式的那个 前置很中置后置的时候 有用的就是这种 运算值 优先取证法 那第二种叫LR 那这个是比较强的一个 有下而上的火器法 我们所采用的是地温下降 其他的方法 都参考另一期的专门数 那地温下降法呢 你只要能够把EBNL普遇法 转换成地温下降函数 就可以做出这个地温下降法 那比如说我A等于BB 或者CD 那我就写成 所以这个函数就是A 然后A里面写 If next B 就 next B If next B 下一个是B 那就取得B 接下来呢 呼叫plus B 把这个非中端的处理掉 那如果下一个是C 那就取得C 然后呼叫plus C 那这一个函数就是plus A 那如果是返圈 就是这个有信号的 可信号的呢 那我们就 这个函数叫plus A 然后 如果下一个是B呢 就取得B 然后再呼叫plus B 这样子 一直做下 就OK 那这个地温下降法的一个範例 所以 pass ESP 就是推移到这个ESB ESB 等于Item 加减成除Item 问号 问号代表出现零次或一次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先根据规则 这一个先把就是我们ESB 所以就pass ESP 那Item呢 就passItem 那碰到加减成除呢 就看下一个是不是加减成除 如果是的话就取掉了 那取掉之后呢 再继续pass下一个Item 那最后呢 就结束 那这两个复学和Pub呢 是可做可不做 如果你做了你的堆叠里面 就会知道说我目前正在pass的是哪一个 好 所以C0语言的复析器 那它的演算法大概像这样 首先呢 把档案读进来 然后呢 读进来之后 变成一个字串 那我们就开始pass pass之前要先建立堆叠 用来做push pop note 也就是用来做刚刚的push note 和pop note 这个东西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先把那个档案 开启 然后开始读它 那读了 读了一个open之后呢 就开始做pass 整个open 动作 那这个pass program 开始就会定位下降的下去 那定位下降下去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这边 这些都是基础函数 是基础函数 然后按到pass program 那你看到它的pass program的 program 这个语法规则是get a base list 所以在这边就用pass base list 就好 然后呢 这个base list呢 语法规则是一堆base 就是base型 所以这边就要用file file 答案还没结束的话呢 就继续pass 这里用pass base 这里用pass base 可以用pass base 就好 就是pass next pass base 那pass base 处理for的部分 就代表下一个是 下一个是一个for的背中端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是statement 下一个是一个乘数 最后会跟着一个分号 乘完结束 那如果是for呢 就会继续做for的规则 for的规则就是 一开始先是一个for 再大括号 再statement 就pass statement 分号 condition pass condition 然后分号 就是next 分号 又statement 就pass statement for号 又next 又block 就是pass block 然后就这样一次做一下 那像这一个就pass statement 这里就比较够长 因为它有三条规则 所以你就要看它是不是return 如果不是return的话 那接下来是不是一个ID 那如果是ID的话 还有两种可能 接下来是等号 或者是加加件件 那就要分别处理 这就是我们针对这个选择 来处理的部分 好 那最后呢 pass block 一样 大括号 所以就取得大括号 pass based list up node 就是 signet 大括号 好 ESB的话呢 就是item 加减乘处item 所以就 先item 然后 加减乘处 再item 好 好 那condition 表现的话呢 ESB 等于不等于 小于等于大于等于 小于大于 ESB 所以就是ESB 然后呢 这几个选项 然后ESB 那pass item呢 就是 要买就是ID 要买就是单 那这就已经到最后一层 那最后一层 那最后一层就衔接 刚刚所说的那个扫描器 ESB 或Skanner 所传来的那些 那些 基本的token 都可以 好 那所以 当你pass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的程式的运作 其实是 蛮够杂 因为它有地位 所以 在你程式的pass到 比如说像item 这个状态的时候 它的地位 所以 从programs 经过pass list pass statement ESB 到pytern 经过了六层 那 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 这每一层呢 这个堆点 会 生长 然后收缩 生长收缩 一直到 一直到 整个城市做完 当整个城市做完的时候 这边会建构 建构出一个很大的树 这棵树就是 火锡树 那当火锡树 也就是语法树 建构完成之后呢 就会 紧接着做语意分析 那语意分析 你必须要先确定 每一个节点的形态 检查这些形态 是不是相容 然后输出 有标记的语法树 这些标记就是 那些节点的形态 所以像这一个 这一棵树 那你每一个节点的形态 是什么 在语意分析的时候 会飙上去 那如果有冲突 譬如说 整数加自算 结果塞给一个整数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行 所以它就会警告 好 所以像这里 就有一个例子 你看 这里 A是整数 C是整数 B却是一个自算 那 C等A乘B 那整数跟自算 怎么相乘呢 所以它可能就应该告诉你 形态也不错 好 那最后呢 经过中间码产生的阶段 就是说 我们整颗树都已经完成了 标记也标记好了 形态也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就要产生程式码 但是 一下子就产生机器码 太复杂了 所以先产生一个叫中间码的东西 那所以我们一样 利用地回的方式 从分解点开始 地回的散开 去产生中间码 那有时候这个过程呢 会 不会独立 那以我们 课本的写法是直接独立开 就是 就是 另外再写一个 地回程式再去做 其实可以回起来 另外写的话呢 是 分得比较清楚 好 那以这个例子 像C语言 C语言这样一个程式 算1交到10 然后呢 产生中间码之后 会像这样 等于0 上就是 上等于0 等于1 i就是 i等于1 那Cmd 这有点像组合语 j大于 jgt 那 只是这边 多工都是变数名称 没有占存器 即使是这个t0 也是变数名称 临时变数 那他没有占存器的概念 这个中间码的弹性比较大 那不用去考虑 到底有几个占存器 这种细节 那 他所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完成这个程式的功能 那中间码产生的演算法 那这里你会看到 我们一样是用D尾的方式 然后从最高的数根 他一直级入产生下 那如果是一个层数呢 就先取得他的ID 再取得他ESP 然后呢 我们再产生 地为乌叫 这个generate 这也是generate 所以他其实是地为乌叫 地为乌叫 就产生这个ESP的变数名称 取得这个变数名称之后呢 那我们再把这个ID 指定成变数 这一个变数 这样就完成了assign 就是中间码的ID等ESP 这个指定的动作 好 那 如果是for圍圈的话 就比较复杂 因为他产生标记 然后呢 产生起始的标记 结束的标记 然后圍圈的起头的指定 然后 条件判断 这些东西 是用跳躍 来决定要不要离开圍圈 所以这些for圍圈的部分 就相对复杂一些 OK 那最后他这里有一个Pcode 所以Pcode 就是说 我根据这个中间码 再进一步 直接产生机器 破除为远 好 那这个层数 Statement Statement 就是ID等ESP 或ID 加价 那 那 那 这个Statement 呢 就 就一样 就是 动作跟刚刚所说的 指定 这个其实就是指定 那这边呢 就是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的话 一样就是 就是你要把那个东西 要把这加一 要把这减一 要把这减一 好 那 条件呢 就是用加 用等于不等于 小为等于大于等于 这样就去判断 所以你要产生一个 比较的指令 产生比较指令 之后呢 再 传回去 好 那 加减乘数呢 其实就是要产生 加减乘数的指令 所以 在这边呢 可能 也需要一些零次变数 因为 加法的中间结果 没有地方存 只能存在零次变数的地方 好 最后呢 这里 遇到变数或常数呢 就直接把那 变数或常数抄抄就可以了 好 那其他的情况呢 就是我们 可以说 括号啊 大括号啊 之类的 那些都不用处理 那些就直接 直接 继续产生 他所有小孩的层次 那就可以 好 那 最后呢 有一个叫 Pcode的函数 这是从中间 产生组合语言的层次 函数 那 这边 会 需要 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直接 输出Pcode 直接输出中间碼 那就不需要 不需要再 转成组合语 那如果你直接在这里面 拦截 也可以转成组合语 好 所以当你产生中间碼完毕之后 像这样的Pcode 你也可以把它转成组合语 变成像这样 你可以看到 加 上 I T0 那代表是说 把 上跟 I相加 放到T0 里面 那 这时候把 上跟I相加 那 以组合语言 我就要先把 上载入到某占承器 再把 I载入到另一个占承器 再把这两个占承器相加 放到 另一个占承器 最后把这个占承器 存回T0 所以就变成四个指令 这里短短的一行 到这边变四行 那你会发现 其中的三行 几乎 就只是在做 载入储存的动作 只有 真正有功能 只有这个加法 那这样很浪费时间 但是 如果你没有经过 最佳化 你只能这样做 那如果你 施到 分配 战承器做最佳化 那 就可以 基本上就经常 可以把这样四个指令 转成一个指令 组合园 那这边 中间把 转换成组合园 这边 等于上 等于零上 这边 LDIR1 0 在SDR1 上 这样就 就把上 零指令给上 那等于零I 我们就是 把零指令给I 那我们还是透过 R1 再整齐 那另外 这些 每一个都可以转成对应的中间 比如说 DMP I和死 那我先把 I 转入到R1 死转入到R2 再比较R1 和R2 然后再跳A 再把这个大鱼呢 J大鱼 转成JGT 然后 再把 这边 加上IT0 一样 就要再 转入到 转换器 再进行加把动作 那所以 会相对的 组合园 会长很多 但是呢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中间 转换成组合园 的例子 就是 像刚刚这个例子 还有刚刚这个例子 这个层次要怎么写 你会写说 OK 如果是等号的话呢 我做什么事 等号的话 我们就把它 参数P1 载入到R1 然后呢 把它直接存到参数P3 就可以 那如果是加减乘存 参数P1 载入到R1 参数P2 载入到R2 然后呢 再把R1和R2 加完结果 放到R3 最后把R3存为P3 那这个 就会 就会 做加减乘主的加法 那这个ASMOP 就是把这个 加减乘主 转换成组合园 的指令 参数加法 就转成ADD 减法 就转成ACOB 那另外 CMP 比较的话呢 也是一样 要载入再做比较 跳跃的话呢 就可以 比如说 这边 J大余 那就把J大余 改成JGT 就要去跳跃 那如果是返回呢 返回的话 就要先把它 载入到R1 再进行返回 因为 最后你上一层 会透过 一个固定的 站成器 来取得你的 返回参数 像R1 那指令的改写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呢 某些指令 它可能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比如说 如果你今天 就载入 载入 常数到 某个站成器 那CPU 就 CPU0就没有对应的 这个 就一定要把它改成 LDI 所以他要做R1 一段重新改写工作 那所以 当你做了 上述动作之后 你产生出来的组合园 会是很复杂 就很冗长 应该不算很复杂 是冗长 非常冗长的一个组合园 程式效率 大概就很慢 所以这时候呢 最好进行最佳化的工作 或者叫幽化 大陆通常叫幽化 我这边通常叫最佳的话 其实 不会到最佳 就是 让它变好一点 变好一点 像我这一个中间 把它转成这样一个组合园 这样子就不太够好 因为它有四个指令 如果我可以转成 只有一个指令 OK 那可能就比较好 但是我要转成 只有一个指令 我就要知道 它的前文是什么 后文是什么 万现在存的谁 或现在存的谁 我才有办法做最佳化的动作 好 那这边呢 有一个例子是 我们看到 这一个是中间码的层次 那这个是 直接输出组合源 完全没有最佳化的版本 完全没有优化的版本 那这个是优化完之后的版本 你会发现 这个优化完之后的版本 跟这个没有优化的版本 指令的部分 省掉很多 省掉很多 省掉很多空间的指令 另外它的速度也会快很多 因为这里有个围圈 这个围圈 这个围圈会一直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至少绕十遍 对 那如果这个是一百 就绕一百遍 一万遍 一万遍 那你如果省掉这边一行指令 其实就省掉一万个指令 所以省很多 那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这个层次效能就会提升 以这个例子来看 至少有两倍以上 可能到三倍或四倍 层次效能就会提升三到四倍 那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 现代的变异器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 往往可以把层次效能提升 提升了一倍 这是有可能的 好 那最后 食物的案例 这个就 稍微再一下 就好像比较复杂了 GCC这个变异器呢 它经过火星 之后会产生 Generic磁法素 再经过产生 之后会产生 一个叫Gimbo中间码 经过语力分析 它会产生一个叫RTL中间码 然后最后经过最佳 会产生组合语 那 这些是那个 GCC 这个 葛诺的变异器群 不包含 不只是GCC 还有G++ 还有GCK 那个 Java坦白的 那还有一群 像JETC 之类 之类 葛诺都有帮它做坦白的 那它中间会产生 经过细数 在Generic磁法素的结构 Gimbo是一个中间码的结构 RTL又是一个中间码的结构 但是Gimbo 是 是那个 没有 语义 没有语义的中间码结构 那RTL 是有语义的中间码结构 那最后经过最佳化之后 就变成主体 好 那GCC 编译器的中间码结构 这是4亿元的部分 这边是 转成Generic的部分 这边是变成Gimbo的部分 好 Gimbo再转成RTL 你会发现它的RTL 相当的复杂 有点像List的程序 然后最后简化之后 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简化RTL 给大家看的比较懂 那大概这个样子 是 那RTL的 这一个例子的解读 就是它把A-1放到B里面 就是GCC的正式例子 那如果你真的想用GCC来看的话 看它的中间码 你可以加上DR这个参数 DR这个参数 会要求它输出中间码 那只是那个中间码 会很容易看的 你会看到像这样一个C元 经过GCC加DR参数之后 会成为这么复杂的中间码 那这是一个食物的 食物的变异器 所真正做的事情 你会发现其实是够为复杂 好 那GCC也可以做不同层级的最佳化 像比如说我们可以从 让GCC做 完全不做最佳化 那它产生出来的层级就会比较长 如果让它做O3层级的最佳化 就是最高层级 那这时候它产生出来的层级 相对的就会短很多 那不见得每个层级都可以短很多 有些层级可以短很多 因为那些层级有一些重复的预算 所以我们这一张所看到的就是高阶语言 怎么样子写一个变异器来变异高阶语言 它产生载的中间 再经过组合园 产生载成组合园 再经过组一器 转换成木地囊 木地囊的机器 那这大概是我们 第八章的所有内容 那各位先稍微看一下 看看第八章的部分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